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隐秘 胁迫和腐化的恶意影响活动 以及自由社会应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他说数十年以来 美国和其他的国家以乐观和善意的期待 与中国建立联系 希望相互间的外交贸易投资 媒体学术和民间交流 可以导向共同的繁荣和信任 但现实是 中国共产党选择将这些接触交流武器化 将其作为达成邪恶目的的渠道 他说 中共不仅拒绝我们的民主政治原则 而且将其视为可以利用的最佳弱点 史达伟说 世界正越来越认识到 中共如何利用与外国的接触交流 来施加影响干涉和胁迫 他说 北京一直声称双赢和不干涉他国内政 但事实上 其行为是系统性的掠夺和霸权 中国共产党想要控制 或者至少是对公共舆论和世界各地政治决策 拥有否决权 史达伟说 北京所称的统战工作 也就是习近平所称的中共的秘密武器 就是这些影响活动的一部分 他说 统战有很多的表现形式 并且涉及各个方面 比如说 收买政客 对不服从北京立场的媒体和企业施加压力 鼓励留学生自发爱国行为 骚扰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 散布有关新冠病毒的假消息 以及战狼外交等等 他举例说 在澳大利亚 一位前程似锦的参议员 因收取一位与北京有联系的捐赠者的钱 而被迫辞职 在新西兰一名中国出生的议会成员 隐瞒了其曾为中国军方情报部门工作15年 NBA因为一条支持香港的推文 而陷入了危机 好莱坞不愿意拍摄批评中国的影片 在联合国和世界其他的国家的首都 腐败丑闻背后都有中共人员的身影 北京的海外激进项目 通常都有与贿赂当地官员 和隐藏在合同当中的严苛金融条款相伴 史大伟说 中共施加海外影响力的机构非常庞大 不仅有干部数量 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四倍的统战部门 还有其他帮助影响外国舆论和外国官员的机构 包括外交部 中宣部 教育部 以及许多通常以独立非政府组织和文化交流协会 自称的机构 商会 学术组织 媒体机构 甚至在世界各地活动的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 他说 这就好比是一座冰山水面上是从事合法外交活动的中国外交官 水面底下是更大更为混沌隐秘的行为者和实体 他们与中共政权的联系长期以来被忽视忽略或研究不足 史大伟说 正因为如此 美国最近将15家中国媒体孔子学院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指定为外国使团 司法部针对中国的这些行为展开广泛的执法行动 包括指控中国军方研究人员签证欺诈 并且在本周逮捕了数名中共猎狐人员 史大伟指出 针对中共的统战对等原则极为重要 而这也是川普总统一再强调的 他说过去数十年以来 美国允许中国在不对等的情况之下 与美国社会接触 但北京却利用这种不平衡 现在是时候做出自我防卫了 他说如果北京阻止美国的外交官自由旅行 并与中国民众交流 在美国的中国外交官也不应该享有在美国社会自由行动的待遇 如果北京继续限制美国和其他独立外国记者 美国也不应该把中国在美国的官方宣传者视为独立记者 他说进入我们的社会经济 获取我们的技术无疑帮助了中国发展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只是变本加厉 更加列宁主义重商主义敌视西方 我们现在才很晚匆忙的开始保护我们的社会 免于被北京改变 恢复对等是最基本的一步 史大伟在演讲的最后表示 中共构成的挑战是全球性的 自由民主国家应对中共影响和干预 保持警觉 并且相互间协调合作 以透明对等公平问责法治 这些指导原则 防止中共从社会内部袭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发出警告说 未来的中华制式如果完全实现 将会是具有侵略性的 他藐视人类自由 居高临下 中共施加的世界秩序 不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不是和平解决争端 不是尊重守法国家的主权 而是要求臣服于北京 监视和控制技术的进步 将使世界走向一个新的暴政黑暗时代 美国智库表示 腾讯掌控全球电玩 国安风险高于TikTok 来自苹果日报的信息说 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抖音的国际版TikTok 以及及时的通讯软件微信 都被指有资安的问题 乃至国安问题 不过有指电玩机可能比使用这些城市的风险更高 美国前政府资安专家艾特尔 以及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学者司马乔丹 向华尔街日报投稿 指中国科技巨头腾讯10年以来 以投资或者是直接收购的方式 买入了多个知名的电动游戏开发商 而美国人花在电动游戏的时间 远比TikTok微信要高 指正是中国掌握全球电动游戏市场的问题 更加的迫切 有香港专家指 此前有保安专家就称 有应用程式专门的偷资料 上没有具体的指出 是哪一个游戏在偷取用户的资料 是否涉及到了国安的层面 还有待于业界的研究 文章提及腾讯购入了多个电动游戏 包括了魔兽世界的开发商 暴雪母公司 动势暴雪英雄联盟开发商防暴游戏 要塞英雄的开发商 以及部落冲突的芬兰电玩公司 超级细胞 还有美国电动游戏社交平台 也被收揽 文章标题直接表明了学者的意见 写道 如果你在打电动游戏 中国可能正在监视你 文章指出 电动游戏玩家在自己的电脑上 安装游戏的时候 窃取资讯就好像是透过TikTok 来偷取用户的资料一样容易 玩家在开始游戏之前 一般都要提供真实的姓名 付费的账户所在的国家 并且可以透过游戏安装的聊天室 窃取用户的语音资料 来制作声音库 这些资料有可能被存放在腾讯 或是由中共党员马云创立的另外一大科技公司 阿里巴巴的云端系统 文章进一步的指出 北京更可以透过读取数百万名玩家的电脑 赋予情报人员无可匹敌的机会 从中做情报活动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的荣誉会长方宝乔 就对苹果日报表示 如果问题要上升到国安层面 就关系到了电动游戏商收集资讯之后的用途 此前有保安专家表示 有应用程式专门的偷资料 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保安专家具体的指出 是哪一个游戏有偷取用户的资料 是否涉及到了国安 还有待与业界逐一的研究 方宝乔指目前新的操作系统可以将软件限权 如果用户担心资料安全的问题 下载软件的时候可以留意权限 文章指 中国利用电动游戏拓展软实力 扼杀普通市民的发言权 他以香港电竞游戏选手吴伟聪 在炉石战绩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出了当时的抗争口号 一度遭到了游戏开发商 暴雪禁赛以及没收奖金 以及原神玩家反映 在聊天室提及香港台湾法轮功之后就被和谐 以及中国官方要求西方公司 与中国的企业合作 才可以打入中国庞大用户市场为例 都可以看到中国官方在电动游戏市场的政治影响力 文章的结尾为威胁提出了解决的方案 呼吁美国政府要求电动游戏公司 保证收集的有关数据存在美国的云端 公开数据使用用途 司法方面可以动用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强迫中国撤离被认定会接触到美国敏感资料的电玩商 以确保资讯安全 CNN的撰稿人表示川普值得第二任 来自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说 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3号举行 目前已经有超过8500万的选民提前投票 现任总统川普与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 持续的抢攻摇摆州 对此担任过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特助的CNN撰稿人 詹尼斯表示川普值得第二任 詹尼斯在CNN发表评论指出 川普的政绩显而易见 不仅降低了美国税率 还支持美国军人 让敌人知道美国有能力收拾他们 看看伊斯兰国的前领袖巴格达迪 或者前伊朗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的下场就知道了 詹尼斯表示川普不是一个完人 个人历史与沟通方式可能较为恶劣 选举是选择 反对堕胎也捍卫生命权 还是支持堕胎也捍卫选择权呢 加税还是减税呢 言论自由还是干预审查呢 没有政治人物让他完全满足 但是川普比拜登更加接近他的理想 詹尼斯写道 川普仍有改善的空间 但自己身为保守派 拜登绝不代表他支持的政策方向 他说 拜登几乎在我关心的每一个议题上都没有能够通过测试 我希望美国能够彻底的摆脱他的关注 尤其是在堕胎方面 詹尼斯说川普处理新冠疫情包括言语上纵有缺失 但这一次选举投票将影响未来四年 美国人民很快将能够接种疫苗 这大部分要归功于川普在研发疫苗的趋速行动当中的领导 而且无论谁胜选 美国都会战胜这种病毒 因此他认为选择已经很清楚了 逼台湾人电视认罪北京自断民间交流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近年以来逐渐亲中的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 10月31号的时候报道说 中国大陆10月份的时候逼迫台湾籍的人士 在中国的官方媒体央视招供认罪的做法 对两岸的学术交流有负面的影响 观察人士表示 中国当局针对所谓的台湾间谍的行动 吓住了台湾的两岸问题专家访问大陆 进一步的破坏了双方之间的非官方交流 中共的官方喉舌中国的央视 10月份的时候进行了一系列的电视认罪 先后曝光了四名中共所称的 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台湾人 央视10月11号称 中国当局在过去一年展开了专项行动当中 破获了数百宗间谍窃密案件 拘捕包括李孟居等一批台湾间谍 和相关人士 南华早报引用台湾防务专家的话表示说 自从新冠肺炎爆发之后 他就再也不去中国大陆了 在发生了一连串的间谍事件之后 他肯定就更加不会去了 他说其他的许多台湾学者 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 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 南华早报还引用台湾另外一位 两岸问题专家黄介正的话表示 鉴于中国的司法体系 由中共控制且缺乏透明度 因此对所谓的间谍活动的指称 要打上一个问号 被中国的央视曝光的四名台湾人士 或经商或者是从事学术研究 其中李孟居被中国央视形容为别有用心的商人 指称他去年在香港参加 反逃犯条例修订的抗议活动之后 到深圳设法用手机和录像机拍摄在深圳集结的军车和武警部队的照片 去年9月份的时候 在深圳准备出境的时候被捕 李孟居被控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 被依法审查 他在电视播出的画面里面承认 过去做了很多错事 他觉得很抱歉 台湾学者郑宇清去年4月入境中国的时候被逮捕 他被控对中国大陆从事间谍情报活动 他10月12号在中国的央视出境 承认自己做的事情对中国大陆有伤害 央视称郑宇清涉嫌在中国大陆从事间谍行为 并且在捷克造谣丑化中国 对中国造成了恶劣影响 资料显示郑宇清硕士毕业之后前往欧洲求学 在捷克查理大学取得博士 并且参与成立中欧政经研究院 推广捷克公务人员或商界与中国交流 台湾师范大学国际社会学院的副教授 施正平在央视节目当中承认 把相关的文件交给了台湾的国安单位 台湾学者蔡金树在央视公认是台湾军情局编制内的间谍 搜集大陆情报 中国据称破获白起台湾间谍 窃密案件 一百多名间谍被抓 台湾陆委会10月中旬的时候的一份声明就表示说 中共一再恶意的政治炒作 假借国安借口来打压台湾交流人士 并且诬陷台湾从事间谍行为 恶意的破坏两个关系 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台湾已经自由民主开放很久了 不做也不必做这样的事情 不必疑神疑鬼 台湾陆委会重申 中国让相关案件当事人接受官媒的采访 在媒体上认罪毁罪等些手法 完全不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 呼吁大陆方面尽快的停止 不符合正当司法程序的做法 蔡英文2016年当选台湾总统以来 拒绝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 中国认为台湾是其不可分割的领土 北京自2016年以来 中断了与台北的官方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